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火车上 前方到站就是南宁站的 刚刚到达南宁,就隔了一种欢人一心的感觉 对比起尊徒经过的永州、桂林、柳州来宾来说 感觉气派了很多 不愧是省会城市 都是高楼林立 南宁自古被称为绿城 自古留下了半层绿树半层楼 不过一路走来绿化确实是不错 真的有一种满层兼绿意 四季有生机的感觉 南宁这座城市的绿化 在全国应该是排名前十 南宁一直都是登门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 国家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猛虎城市 南宁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 东京大兴元年318年 建姓新军为郡治所在地 从此南宁建制就开始了 唐朝宗观年间改为雍州 也就是现在的母亲和 现在南宁的别称呢 依旧也叫雍城、绿城、五项城 著名的美食有老油粉、宇贵宁的米粉、柳州的螺蛳粉 称为广西的三大米粉 著名的景点有阳美国城、金秀山、大明山 大家看一路走来南宁的城市建设怎么样 不愧是广西第一大城市 那么南宁它对比起江西的南昌 贵州的贵阳 你们觉得哪个城市更好一点呢 南宁也是融获联合国国际人居奖的城市 是全国文明城市 可想应该也是一个幸福指数比较强的城市 听很多朋友来过南宁的都说 南宁的街头真的是非常的干净 有很多朋友还说去了威海和厦门以及三亚 城市都非常的干净 但是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南宁 因为南宁是一个进化心灵的安逸城市 也是一座非常低调的城市 除此之外 南宁的地理位置也是相当重要的 它地处于华南、西南和东南亚经济三圈的结合部 是黄北部湾 沿岸重要的经济中心 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兰 东宁粤港澳 西街印度半球 是新崛起的大西兰出海通道的枢纽城市 不知道南宁的朋友对南宁的房价感觉怎么样了 我觉得如果大家来管西的话 一定要来南宁 毕竟这里也是湖下的出生地 也来看一看南宁这座最干净的城市 初次接触这座城市 我觉得还是比较霸气的 还有非常的秀美 接下来我会把南宁所有的货车站拍完 给大家介绍一下南宁的历史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 感谢大家的收看 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